時尚風雨 一個很大的小土坡 不知道是甚麼 到處都是...樹林吧 不過現在算... 已經過了音樂時間五點多了 還是有一些人 廁所燈也還亮 有一個...應該算大的表演舞台吧 有一些...涼點 有一些...休息圈 這邊算是超寬廣的 好,然後泉油回來了 舞台 這邊總之是拍一隻飛鳥 剛剛的舞台 背面 這邊 總之就是還蠻特別的裝置藝術 小河流 如果風水其實看起來 看起來應該是... 這種氣石子的河道 感覺是蠻舒服的 不過現在都沒有水的水 涼亭蠻大的 然後有一隻蠻大的 很多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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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開闊 可以這麼說 這個用走的... 就是不知道走多久才會... 所以...有騎著我的小牛 到裡面... 人家下班的時候進來 才不會影響到別人 有些是草地的路 有些是柏油路 有些是柏油路 像這就是柏油路 然後... 現在下班了 剛剛還是有看到之前的站中 看起來... 看起來它是用春夏秋冬去... 去... 去... 規劃每一個... 秋夏... 東村...之類的 這邊... 這邊... 立秋 然後藍地圖 這廁所... 看起來... 連廁所都很有設計感 大部分樹都矮矮的 就這一區... 看起來樹特別高 一樣... 兩頂都是看起來... 蠻高檔的 不是簡單的 然後... 這邊好像有一個... 池子之類的 中間好像有一口茧 不知道就是幹嘛 導覽牌... 觸廚二十幾階級 二十幾階級 龍眼 就是... 那麼多生產 看一下中間那個洞 是在幹嘛 這本來就是一個... 底下... 排水 龍眼 這本來就是... 因為... 這個池子應該曾經是... 流水的 現在是... 浮水 對啊... 那排水... 還在這裡排水的 來這邊... 出來之後... 感覺有一個... 還...還原道路 感覺啦 可以... 環繞... 一整個園區可能好 有一個... 內道路 的內道路 其實外面還有... 蠻大的馬路 感覺也可以... 環繞這園區吧 總共... 可能... 第一世代太大了 有內道 對內道 中間有點像... 人行道或腳踏車 外圍的... 汽車那種感覺 非常的... 自己都還沒入鏡 這個... 照不照不照不照 來... 小牛的好處就是... 可以... 全地形 可以穿越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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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都種得非常的整齊啊 你看... 這麼樹種... 也太確定... 這個... 鳥兒的... 金屬 這個... 夏至的... 土坡 感覺... 小牛應該上得去 這個... 稍微有點凍... 不知道確定是不會上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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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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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我現在是... 剛剛的小土坡 裝置藝術 正常是這樣爬上去製糕點 聽說 小水溝在那邊去看一下玩水 剛剛那裡 不然這一條 是有水的耶 原來還是有有水的水溝啊 這也是連接二峰鎮的 這也是連接二峰鎮的 這應該不是冰的 它的鎮溝 看起來還是有點燥金喔 裡面很多高壓電塔 但是都有燥金 有一個 汽水池嗎 看起來 比較多水 有點像 有點像小水壩 有很多閘門 不過倒是累積比較多沉澱 樹葉跟土吧 然後這條鎮溝 旁邊看起來就是停車長 所以它看起來 應該正門的停車長進來 快就遇到這個順溝了 可能有一點故意嗎 有一些大石頭 會把它圍著好幾層 所以有些地方水就會少多一點 像這一區 還是一樣照景可愛 來 開很快六點喔 這邊表定營業到五點 可是外面還是有一些車啦 這支清明廉價 比較多車吧 貓頭鷹之類的木工造景 貓頭鷹之類的木工造景 滿有設計感喔 後面一樣 鐵塔 高壓鐵塔都有照進 車到的 車的裡面 應該是遊客中心 兩天有人在做運動 剛剛的貓頭鷹 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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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前方 停車場 主營區 主營區 那邊有玩水 跟什麼春假秋冬 這邊 路也蠻特別的 剛剛 有稍微有點小土 摸 一些可愛造型 進去 遊客中心 看起來是一個 有一個斜坡 可以上去它的電端 Sorry 剛剛 遊客中心在那邊 旁邊不遠處 飛行馬旗 在這之前 這就是一個 參賽區 這邊 看見 可以了 這邊 參賽區 看見 看見 ila 小東西 這邊 這裡 很冷 它 這邊 我們來 看見 好 整開吃的 通過來這裡比較大範圍 前前 有清爛或長久的叫聲 好 差不多 應該該逛的都逛完了 速割得非常 鞋割得非常 沒拍他大門好像怪怪的 還蠻簡單的 做兩棵樹 這真的代表他超多樹齡 就是他大門 環繞著360度 整整齊齊 天天燃燃 我的小鳥 大門 好 就這樣囉 零後樹齡